我叫花小北 我的身边发生了无法想象的灾难 我要逃出去 并且祸害更多的人 我台最新消息 某花像娱乐游戏解说 因视频内容极其不和谐 言语极其污秽 严重侵害青少年的心灵 受害人们纷纷表示花某的视频 被多次举报 嫌疑人现已落网 请广大市民放心 我叫花小北 是一名网络游戏解说 在今天上午 一群警察叔叔闯进我的家中 此时我突然想起了什么 慌张地说 那 那个幼女 不 不是我干的 总部 这里发现一个变态 请求武力逮捕 好吧 其实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你好 我们接到举报 说你在网络中传播不良信息 败坏社会风起 现在请不要抵抗 跟我们进局立一趟 什么 跟我们进局立一趟 进局立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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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只是个孩子 我当时只是开个玩笑 没想到他二话不说 就掏出了他那个附带 雷电属性的棍子 把我垫晕 醒来之后 我就发现我到了监狱 我这种小清新游戏解说 竟然也会被抓 他们一定是把我和隔壁的某位 变态搞混了 总之既然我是被冤枉的 我应该很快就能出去了吧 第二狗 到了 好了再加上我身后新来的这个小北 咱们人数都齐了 你们一定要好好相处啊 吃饭时间要到了 大骗子 你带着新人去食堂吃饭 你是要发小北不 是那个铁桌不 是的大骗子前辈 我这大骗子 好的大骗子 总之你们这种游戏宅男 体弱多病 来这里就要懂得这里的规矩 要不然你会很惨 知道不 具体来说呢 具体来说这里人脾气都不大好 而且80%都是鸡老 那你呢 我当然不是了 你唯一可以相信的就是我 但我觉得就凭你的名字 我就不能相信你 放肆哦 总之 今天晚上先到我那睡 你是新来的 应该非常的紧 紧 紧紧紧紧 紧张 我是说你会非常的紧张 我以我的屁眼做担保 绝对不会对你做什么的 我的屁眼是这么不值得被你相信吗 我就这样住进了这个监狱 每天工作 洗澡 吃饭 睡觉 我深信自己是无辜的 我的律师一定会把我救出去的 来到这里已经一个星期了 为了发泄一下我身体的欲望 我申请得到了每天60秒的观看视频时间 60秒虽然短 但是凭借我的手速一定可以做到的 卧槽 看个小电影还有广告 呃好吧 45秒我也可以 45秒也可以 我相信你 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 我已经把裤子脱好了 嗨大家好 我是张亮颖 你他妈在逗我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 调整好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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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秒我也可以 30秒 千万不要再这样了 点击就开始吧 最近运气特别好啊 可能换了一个信号 昨天晚上 哎呀 今天就会遇到 花样面具 哎呀 他也叫睡呀 那图能当那些 现在落爆的了 哎哇哇哇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快进快进快进 等等一下 我刚才好像看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啊 于是我又检查了一下刚才的资源 这这没错呀 刚才是我看错了吧 一定是因为我太紧张了 嗯对没错 我看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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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哇哇 来到这里已经一个多月了 我已经可以在15秒内对张亮影录出来了 我现在已经可以在15秒内对张亮影录出来了 以后的日子我要怎么过去呀 我说你们这种年轻人 身在浮宫不知福 我这种年轻人身在服务不知服 能对着张亮影你就高兴吧 像我们这种犯了大错误的没有观影时间 对着日历都能录一下 你是犯了什么错误 抠别人屁眼 这是很严重吗 我小时候也抠过 我们这种捠过都可以 全校师生片 全被我抠了 明明是你问的我 我想我必须要做点什么了 没错 我要越狱 我要逃出去 证明我的清白 首先我要锻炼自己的身体 想越狱 必须要有一个强健的身体 我们逃走的过程中 难免会发生意外 如果有人发现我的计划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另外速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行动敏捷 不能被人发现 如果发现了 也要第一时间逃离现场 所以当我们力量敏捷 都齐全了的时候 我们还缺要什么 智力 没错 就是智力 然而在智力方面 我完全不需要任何的锻炼 从小学六年级起 我就熟练的掌握了 十以内加减法 初中毕业时 成熟法更是不在话下 因为我实在太过优秀 导致学校苦苦挽留 我就又在学校待了一年 现在我就要用我精人的大脑 制定出完美的越狱计划 首先 经过我精密的推算 这个位置是最佳的逃脱地点 现在是放风时间 我要用我在餐厅偷出来的勺子 在这里挖一个坑 凭借我强健的身体 再加上我二十多个勺子 只要两个小时 我一定能挖通的 行动 等等 我他娘的还没死呢 你们别看我这样在医务室里躺的 实际上我根本没有受伤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正在拿铲子挖土 突然听到一声枪响 眼看子弹飞速地到达了我的眼前 我开始方了 我的人形就要这么结束了吗 喊出我的名字 此刻我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声音 我懂了 于是我就这样毫发无伤 包括这次替身的出现 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现在狱警们非但没有对我加强看守 反而还放松了 他们认为我这种光天化日下挖洞的人 智商一定不够五十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策划好的 我已经看穿了一切 今晚就是我的越狱之石 时机到啊 逃出这个监狱的时候到了 首先进入通风管道 带走我之前准备好的越狱工具 穿上之前我在工作时偷出来的警卫制服 拿走我在警卫处偷到了各个房门的钥匙 下来后放好假的通风罩 然后用被子和床单制作出我在睡觉的假象 现在我就可以大摇大摆的走出这个监狱 哎哎有人来了 先先躲一下先躲一下 监狱长 那个二傻子要逃狱 这他妈的就很尴尬了 这是替身攻击 最终 完全通过武力逃离了这个监狱 也许像我这样优秀而又强大的人 本身就不应该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了 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做我的视频 花小北的名字恐怕我是不能用了 从今以后我就叫做花少北 我之前问过大家想看我做什么游戏 然后我通过大家的弹幕还有评论 大家投的最多的就是这几个 看来大家都挺想看我受苦的 但是这几款游戏吧 都在某些方面有一点不和谐 所以做起来非常麻烦 大家可以去我的微博点投票 我会选出一个得票最多的给大家做视频 也可以继续在评论区 还有微博给我推荐游戏 每一条我都会看的 什么 越狱第二部什么时候出 哈哈哈 哈哈